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等场 淀不久大会的下一个演讲 那就是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来自 新加坡新悦社科大学 SUS的教授 李国权教授 李国权教授 OK Hello David Can I see you? Can you turn on your camer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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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And 对 李教授现在是在新加坡 非常欢迎您参与 我们的颠覆者大会 我简单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李教授 李教授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兼职教授 同时他也是Blockchain Asset Vintures的创始人 全球金融科技学院 Global Fintech Institute的主席 新加坡经济学会 Economic Society of Singapore的副会长 同时也是新加坡区块链协会联合创始人 其实我和李教授 这边我们在2018年早期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过合作 这几年也一直看着李教授 非常兢兢业业的 在步道区块链 然后在连接中国和新加坡 蜇光带设计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共享 非常感谢李教授 那我们时间有限 那我就直接进入主题 非常感谢教授参加咱们的大会 那我们知道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最近 其实AFT非常火爆 AFT他其实我们也观察到 他带领加密货币 走进了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 那同时呢也有些人就认为 AFT它是泡沫 那么李教授是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呢 然后在您看来 NFT它是否有某种历史价值呢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当局邀请我 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NFT非常火爆 那你的问题也非常的好 我先我看到这个 你刚才问的问题 是有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是NFT是否有价值和历史价值呢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如何看待 目前关于NFT存在着的 不同意见的看法 那第三部分 我看一个问题是 是否有泡沫吗 那首先 NFT有没有 价值 有没有历史价值 其实 ERC 第二一已经存在 超过有三年了 就在最近的时候 NFT就被激发了 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对通证经济 特别关注 然后地利就是因为技术开始成熟了 那人和呢 是因为数字艺术人才呢 正在等待着被部署 那NFT之所以得到这么大的关注 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通证形式 以及一些新的参与的这个模式 举个例子来说 NFT把一个艺术品在传统一上的这个物权 或者所有权进行拆分 至少它包括了所有权 复制权和观赏权 你有观赏权并不代表你有复制权 这个所有权的细分 解决了艺术品市场和有关市市场权 弹起来的一个空点 对艺术品的领域呢 特别有价值 对各方面的生产关系也有 因为买家可能不愿意 让别人去欣赏 还有收场 但是艺术家是希望更多人的去欣赏 他的作品 实际上这个解决方案 也是用于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 那添加了 而且添加了另一层保护 你在买这个数字的NFT的时候 你正在购买历史的记录和记忆 但也为了网络的未来 做出了一些效应的贡献 实际上你在买这个NFT 你在购买带有时间着的 timestamp的一个集团计的代码 那物理世界的收藏价值可能更高 因为你有这个画或者一个古董 但是当你在现实呢 数字艺术的公众的这个欣赏 动响的价值呢 就更高 它像古董或旧画 都是跟教育记忆和过去有关的 有历史价值跟有网络效应的价值 所以网络上人才积极 网络效应就会更大 所有的代币也会被做带动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数字艺术本身的价值 而且要看数字艺术为整个生态券 带来的这个价值 那第二个你提到就是 NFT呢 其实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那对于新生事物呢 应该我觉得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且还是早期 那在此呢 在中国公链是不允许发行通证的 那交易这个加密货币也是不符合监管法令的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使然 并不能说中国对这样的新生物特有的负面看法 而事实呢 我觉得正好相反 你看中国主席习近平在 2019年10月14号的讲话中 明确地指出了虚拟数字资产交易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方向 我们需要做到的是 看清楚NFT的潜力 可能带来的变革和机遇 同时由于是新生事物 我们应该注意到 处在发展出息 这样的新通证形式呢 有哪些不完善的 存在潜在隐忧的地方 既不要过度地去吹捧 也不要轻易否决 这才是对待NFT 或者说任何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创新应该有的态度 那第三点 至于泡沫呢 在加密货币的通证领域 有关过度投资和泡沫的讨论中呢 就从来没有从市场中消失过 正如比特币在100元的时候 大家都说它是一个泡沫和投机 但是现在呢 传统金融机构大多数都是在比特币价格上升到 3万美元以后才进场的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你对真正的了解这个产品嘛 了解它设计的思维和逻辑 了解它背后的技术 熟悉它所在的市场 更加明白这样新产品所面临监管的挑战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深入研究的工作 如果你能够根据当前情况来看到未来 那你就是在做投资了 如果你只是跟风对上述问题 处于一知半解或者是一无所知的状态 就是希望从中捞一把块钱 那么你不但是在投机 而且会破坏这个市场的有序的发展 那回头来说呢 目前市场有没有投机的因素 当然有了 从第一个通证项目比特币出现以来 投资资本就从来没有缺位过 但是呢市场一直是过日 然后又冷却 然后又再过日再冷却 根据这个技术的发展的情况 那技术可能到某一程度 我们就价值就超越了 但是技术在进展了 我们又缺了这个缺位了 那价值又跟上去 所以市场本身是最好一个调节的 无形的手 那了解新科技的缺陷跟特征 能带来哪些创新的用力 可以产生怎么样的这个网络效应 跟效果 你可以在适当的价值的这个循环周期里面呢 操作 这个才是重要的 好的 感谢李教授非常透彻的分析 那接下来一个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也想请问一下 当然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在NFT 我们也明显的看到它是非常火爆的 那李教授是在新加坡 您观察到新加坡NFT的发展现状是什么样的 和中国市场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然后另外就是新加坡 他们对于NFT的监管是什么样的情况 请李教授来分享一下 好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新加坡应该是最适合NFT发展的市场 那来自全球的风险投资资本呢 非常充沸 有大量成熟合格的投资人 那MAS的监管呢 是相当完善跟创新的 和全球顶尖技术领域和商业市场呢 无逢对接 那中国大陆本身呢 并不存在一个NFT的市场 如果有的话 这市场也应该在新加坡 因为中国风投和其他主要基金流入 是通过新加坡市场 实现的 但是不要忘记 中国还有一个香港 按照中国产业的布局呢 香港虚拟数字资产呢 交易的这些领域呢 为大陆呢 先行先市的安排 已经非常的清晰 那当然 我们也不要忘记海南岛 所以因此呢 新加坡应该和香港 跟海南合作 为未来中国虚拟数字资产呢 这个市场呢 发展了做好准备的工作 那至于监管呢 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NFT具体的监管方案 但是新加坡现有的法律架构 是完全可以有效监管 并逐进这个行业 发展的这个创新的 目前正在讨论中的这个 OMIBAS Act 中文叫做综合法令 将会更好的 全面跟 而且更完善的 构建 有关虚拟 加密资产的整体监管和法律体系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 之前的这个 债券啊 或者是 权益的这个法律呢 进行 一点点的修改 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通证法律 新加坡在这方面正在努力 好的 好 感谢李教授回答这个问题 那 下一个问题 我们想问是 NFT呢 它的一个 对于咱们行业来说 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 它是让 加密货币 还有区块链的概念 走进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知道 其实 很多人我们都很关心 加密艺术或者NFT 它除了 现在的火爆程度之外 那 怎么可以帮助社会或者经济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方面当然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案例还比较少 那李教授认为 就这个方面 有哪些想象的空间 请您分享 在NFT出现之前呢 区块链为我们社会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 首先 它有了可能帮助我们解决信任成本的问题 区块链 有可能帮助我们把信任成本呢 降低到几乎 将近于零的这个程度 这对提供第三方信任的中间商 比如硬海说是有很重大 而且潜大的颠覆性的意义 其次区块链呢 有可能通过非中心化的这些资质组织 达吾我们所说的 形成新型的合作关系 新型的组织架构呢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呢 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 那NFT的出现呢 作为商业模式的创新 提出了区块链应用的一个新的维度 也就是说 坦全除了可以通过 就是将来就可以通过这个通证呢 虽然ERC T2ER不能够水平化 但是技术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通证可以通过代码 可以变成一个ERC 可以多方面的去拥有 可以通过水平化 实现普惠 还可以通过通证实行 这个产权用途 或者产权职能的多方 多元化的这个细分 来实现普惠 当然目前还只是在 艺术知识产权的领域的初步 怎么在搜索了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进步我们的探索呢 如果在这三个维度上 都有一点突破呢 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呢 就可以构建起来了 那从哲学上来说呢 会带来更大的社会 是范式的这个转变 一个paradigm 那从技术上来说呢 将构建的第四次工业大革命的 全新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呢 在这种两种关系的当中呢 是历代工业革命 得以成功最主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 当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的时候 新的第三方信任也会发展 我们不可能在跟物理世界结合的时候 把第三方信任完全除掉 但是更加廉价更加低成本的第三方信任呢 就会出现 就会制造很多新的工作 就会制造很多新的经营模式 把旧的寻租的一些行动呢 把它完全破坏了 那普惠的这个经济呢 就能够通过通证经济呢 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想到 这所谓的想象空间呢 我想借用认证飞升线 对5G跟6G 通信技术应用空间的描述 他说 我们目前的想象力 根本不足以想象未来的应用潜能 这更好描述了 我们现在NFT的这个 创新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 就像Franklin在他们那个风筝呢 探视这个电的神奇力量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世界 所以我们还是看看吧 因为这还是初期 肯定还有很多新的发展 但对普惠金融肯定有很大的 我再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像我们可以通过分布式的通讯 最近像Matchbox 他们都有这些新的通证 就是物理世界里面 你可以把拥有的物联网的一些产品 把通讯分布式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物联 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呢 还不是去中心化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NFT等等呢 拥有一些物联网的这些产品呢 把它分布式 所以我们的工作还在初期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做到一个 分布式带来的分配经济 分配经济只有通过分布式的通讯 只有分布式的互联网 只有分布式的这个账本 只有通过分布式的点对点的信息 跟价值交换呢 我们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NFT所承担的任务 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时间过得很快啊 李教授 其实还有 咱们聊的意味未经 现在还有几个问题 也没有时间问了 那咱们就在未来的合作当中 我们继续保持沟通和交流 非常感谢李教授从新加坡 来参加我们的 全球颠覆者大会 非常感谢李教授 那 非常感谢 祝你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day 谢谢 拜拜 拜拜 OK 好的 非常感谢 新加坡新岳社科大学 SUSS李国全教授 带来的非常经典的 区块链的演讲 然后也非常全面的 我分析了中国和新加坡 区块链NFT 监管政策发展现状 然后甚至还给我们 展望了更多的AFT 以及数字资产 区块链的 更多的想象空间 那未来我们继续和李教授 保持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